好 各位廣大的股民們 今天有沒有一吐你的悶氣呢 今天台股重新站上了2萬點 台積電一樣重新站回了800元的關卡 威姐 他們是在押保明天週四法說行情嗎 因為現在AI又更強 更厲害了 你去看他們現在連影片都可以去修改你的內容 想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甚至連影片的增加長度都不是問題 威姐 先來帶我們看看 今天的股民們可能都一吐怨氣了 沒錯 其實昨天大家很傷心對不對 果然昨天一罐破了2萬點 今天立刻站起來 大漲了311點 立刻又重回了2萬點 在這裡面能夠氣勢如虹 真正的關鍵在哪裡 當然是因為我們的台積電 而且我相信是押保明天 也就是週四18號台積電的法說 好 那為什麼我們認為台積電今天又重回800 804應該只是一個押保初步的行情 為什麼 關鍵在哪裡 加分 在AI 真的在AI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你看 目前為止4月份你看加分 我們現在才4月17號 給它錄影的時間 可是你知道嗎 這一個月才剛過一半 你看 已經全球有4個AI晶片全部陸續發佈 你看 4月9號 我們之前有講是Intel 4月9號 當天同一天來尬掐的還有谷歌 然後4月10號你看趕快 隔天有這個臉書Meta 就在剛剛今天早上 好 台灣時間今天早上 可是你可以看到 超微蘇之鋒出來了 立刻又公佈它的Ryzen Pro 這方面的一個AI晶片 好 那蘇之鋒輸嗎 你在擔心什麼 你在擔憂什麼 來 它為什麼急著一定要發 因為 連續4月份拼命的來發作 就是因為 它要告訴大家 光以蘇之鋒 光以這個超微 它現在光導入 不是什麼GPU GPU而已 請看 它還有導入 包括有NPU 這是有神經網絡的 那整體的一個設計 它最主要是應對什麼 這些生成是AI 沒有它蘇之鋒 蘇媽厲害 因為它要搶工商務的 AI的一個PC市場 而且更重要的 你們這些人幾奈米都比不過 因為我們這個MI350 我們早就跟台積電的4奈米 早就一起team 一起在合作 所以今年第二季 現在只是知道 有惠普 有聯想 但是據說 我們聽說華碩 宏基 全球大型的這些NB 全部都被它綁在這裡面 包括我DEL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就要超級別屁 它要比誰呢 它為什麼一定覺得說 我跟你插了一個禮拜 我立刻我要讓你知道 我超為的厲害 我們來看 如果是使用AI下去 它MD下來 你可以看到 它到時候 只要是AI相關的部分 它就有必反 有辦法比它的這個 Intel Ultra 至少它高出了72%的效能 非常的好 對 而且它省電量 升更多 你看至少八成次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全部通通都要搶工AI 而且互相要尬槍 你知道為什麼Intel 包括這個舒遲峰 他們為什麼這麼的擔憂 因為說實在 前面的老大讓他好擔憂 他的大餅更讓他垂言三十 誰弄出來的大餅 當然就是我們這位 上兆男 我們這上兆男 這個華然勳 你知道他近期 他闖出來的AI大餅 全世界全部通通都在搶 在這裡面 目前為止 觀眾朋友你要看 前面後面的追兵 不是很多嗎 那他靠什麼 你猜 靠什麼呢 加分 他要靠漲價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這些人 忙著降價都來不及了對不對 對啊 怎麼會是漲價 真正的策略 厲害的高手 疊加 而且我跟你講 就因為他可能 趕快準備要漲價囉 你們的AI芯片 你們慢慢發嗎 我 黃仁勳 我NVIDIA 我的AI 那跟你們的level不一樣 我要漲價 而且一漲漲了四成 加分 你知道嗎 如果漲了四成的話 據說他的股價有機會 他現在八百幾塊 美元 在這裡面還有人 也想分這塊大兵 加分 你猜是誰 該不會是韓國吧 我們現在台積電 是最大的贏家 你猜對了 真聰明 最大的輸家 就是一 也就是三送 他現在擔心 他會成為AI整個市場 最邊緣的一個人 現在他急著 剛剛最新 我們已經知道 他的共同質詢獎 趕快 就是他 趕快 跑來台灣 為什麼 這個慶貴賢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刻點 有什麼重要 你要趕快來 找這個 我們的廣 我們的廣達 找他們的遇到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逼到一個邊緣了 加分 你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三星最厲害的 其實當然不是晶圓代工 最厲害的其實是他的記憶體 可是你知道 連記憶體 他都要淪陷了 我的天啊 你可以看到 現在記憶體全世界 如果我們在攻占 這個AI的部分 最重要是HBM 現在 我們要看 今年的HBM 也就是記憶體 高頻寬記憶體 他已經開始全面升級 哪三個重點 第一件事情 關閉命運動要看過來 現在連投資都需要去留意 你光是HBM3 不夠看 3不夠 現在他要升級到3E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裡面搭載著整體的容量 他要持續擴充了 現在 你從80GB 不夠不夠 你至少要翻到三四倍以上 你沒有到288GB 你可能活不下去 更重要的 如果我搭載了 已經是 現在新改革的3E 左右的這個成品了 據說 他連整個GPU的生產線 全面都要升級 所以這就是今年的重點 這就是三星最擔心的地方 因為你知道 這是他的老本行 記憶體是你的強項 沒料到 海力士也已經出去給這個揮達了 那連美光後面的小老弟 都出去了 就誰沒出去 就你三星沒出去 所以目前為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很急 你就知道說 在這個情況下 他該怎麼做 因為第一個 他已經落後對手了 我該怎麼處理 第二個 他趕快來搶訂單 因為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三星 廣達 為什麼這一次來拜訪廣達 不要忘記了 廣達跟偽創 其實就是這一次 我們要去做NVIDIA 它的晶片最重要 伺服器最重要的大的裝腳 那在這裡面 其實廣達本來就是三星記憶體 它的很重要的採購買家 不過加芬 你知道擁有的這些記憶體 或者是擁有AI晶片 真的能夠差距很大嗎 以前我們都知道 AI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劈圖 一下子 一秒鐘如何去把圖給劈了 可是你知道嗎 加芬 現在連影片 未來AI的世界 全部通通通 我必須要講 真的要小心 有可能會被偽造 威姐講這個真的很嚴重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觀眾朋友 你這個影片 你一定要仔細看看 這些是對所有電影導演的福音 但是這很可能是全球 大家要留意可能會是災難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加芬你可以看看 這影片不是我們造假的 現在這個影片 其實是 比如說一個電影拍 黑幫老爸 黑幫這裡面的火拼裡面 你看原先他的鑽石就這樣 是不高看 我一個黑幫我要偷了半天 結果你的鑽石 一點點該怎麼辦 一句話 你只要在那個影片上面 再輸入深層式AI 直接讓你影片劈圖 直接讓你很少稀稀疏疏的鑽石 你看 立刻變成滿滿的鑽石 以後眼見不一定為真 對 這都是可以立即偽造 而且你一句話 你可以看到沒有 他立即點選 立刻變成多的 所以導演你不必重拍 AI直接來 而且你只要輸入幾個訊號 一排字 直接搞定 另外一個部分 有些時候 你覺得無中生有 你覺得實在是很厲害 另外一個部分 你已經有的 我立刻畫成為無 還可以畫一個 怎麼做 來導演你仔細看 未來不必重拍 王家瑋不必在那邊挑三檢四 你不喜歡的多的東西 比如說像嘉芬你可以看 導演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走上樓的過程當中 這個粉紅色這部分多的 不好看 不好看 那也不好看 我打算怎麼做 我直接一句話 就在這深層室AI上面 直接讓他一個案件 就讓他全部都消失 這太神奇了吧 這是影片 不是照片 你搞清楚 這中間以前要畫多少工 又要重拍又重貼又要重修 不用 你只要Key一個鍵 就直接讓他消失 而且在這裡面 更厲害更誇張疊加 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 拍一個影片 譬如說王家瑋王導演 覺得說 這個女演員拍得不錯 可是沒料到拍得很短 他直接就用這深層室AI 讓他的影片直接表情到位 而且直接串到尾巴 是 所以到時候你可以看影片 還會告訴你 居然你想要給他換服裝 換髮型 甚至要換領帶 通通可以 這就是AI的魅力 以前我們只能弄一張圖 現在是一連串的影片 立刻只要根據你一句話 或者是你只要按下一個按鍵 立刻全部通通可以重新 這講到AI 你就知道 這裡面的這個變換魔術 真的是一秒就可以直接 顛覆你的想像 但是它的運算能力 要非常的大 所以它會耗非常多的能源 於是現在 這個包括了這樣的一個新的 這樣的一個省電的 或者是說AI的救星 它就誕生了 但是今天 哇 漢磊漲停了 你很難想像 其實漢磊是很多的 投信以前的最愛 很多的投資人 都靠在這檔股票 你很難想像 這真的是漢磊嗎 那這個漢磊 今天一架到底 直接從開盤 直接漲停到尾巴 為什麼 AI又是它的救星 以前漢磊 它是所謂的化合物的半導體 它當時主要工藝 電動車 現在不一樣 我也是AI 現在它據說打進了100V 也就是NVIDIA的供應鏈 我跟你講 燙燙燙 它的股價直接一進到底 館磊 你知道嗎 這個是蘇之鋒自己說的 他說未來這個成長性在AI的成長 是長很大 可是 未來你如果要弄一組的這個 AI的超級電腦 你很可能要燒電燒到多少 你至少一座核電廠 聽清楚 你要弄一個超級AI的電腦時候 你運作的過程當中 你會燒掉一個核電廠 這是多大 如果你沒有經過改善 到時候整個AI衝刺出來了 你看它的這個成長非常速度高 可是目前為止 全球你不管電廠核電廠再怎麼幹 它的總體的量就這樣 就這麼多 對 那你該怎麼解決 所以現在就要靠這個化合物半導體 它這樣子一個功率元件 它有機會 能夠讓你的耗能整體的下降 好 我們光講半天 我們可能不相信 譬如說 你就單化加碼 你把它講得那麼神奇 你真的是跟現在原有的細機 真的差別很大嗎 來 觀眾朋友 我們來證明一下 這是目前為止 有一些PAPA的報導 這我們必須要講 現在如果你用的 現在這個漢磊還用的 公路這個NVIDIA100 就是用它的淡化加 對 那你這個淡化加跟我傳統 現在台階他們已經在用的 細機這方面的一個經驗 差別在哪裡 來 嘉芬我們都有去開過車 是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有些時候二線道 有些時候十線道 那你想想看 二線道是不是比較窄 會塞車 車子一多 你就不定不當 開始就整個速率會往下 對 如果你是十線道呢 標速啊 標速 就像這個淡化加一樣 它就像十線道 幫你開出一個大陸一樣 所以你就能夠想像 如果你用這個電晶體 你再多的車子上來 你通通都可以維持 100公里的時速 而且你不論GPU NPU CPU 什麼U 全部都進來 能力很強 能力很強 全部上路 這就是未來 為什麼淡化加 能夠 一盡到底 今天漢能力能夠 這麼強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因為它找出一個能源 消耗能源的解決辦法 但是大家講了半天 像今天紅通通 你可以看到 台積電的概念股 今天設備股 哇 紅色 包括像旺溪 雅翔 甚至觀景幣的今天都很會長 那你就知道 光靠台積電 光等明天 4月18號的法說 大家非常期待 好 那這次的重點 還是在哪裡 資本支出 這些未來 通通都靠台積電 我們的護國神山 把它救起來 護國群山 現在如果資本支出 現在管理員我們要看 現在最終市場是預估 大概280億到320 目前為止有人說大概是290 所以如果你有超過290億以上 明天的資本支出的話 如果公布出來 其實這就會推漲股價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現在 大家都已經講說 它裡面大概有7到8成左右 是用於先進製程 那麼10到20 它是用於特殊製程 等等 所以目前為止大家在預估 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資本